小编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电影师每晚初恋这件小事 怦然心动 看这部电影时最初 你会以为讲述的是爱情 中间发现好像不仅仅是爱情 最后你会明白 真的只说爱情这件疯狂的小事 怦然心动改编自同名小说 主人公朱莉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小女生 七岁就开始准备恋爱了 缠着新版来的邻家男孩布莱斯不放 举止大胆热烈 时下的布莱斯躲她如躲温神 布莱斯的老爸也不喜欢朱莉 更看不惯朱莉当业余画家的爸爸 还总嘲笑他家杂草丛生的丑陋院子 小小年纪就因妨碍邻居砍树上 那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 小姑娘究竟迷恋小男孩哪一点呢 是她闪烁如星辰般的眼眸 是她初识时修红的玫瑰花般的脸颊 还是她坚信她有的能与之相通的美丽心灵呢 真是让人难以捉摸 但我却觉得这样的朱莉是如此的可爱 热情而勇敢 可以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毕竟在成人的世界更多的儿是理智 有些人浅薄 有些人金玉其外而外去其中 有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 当你遇到这个人后 会觉得其他人只是浮云而已 在父亲的眼里 没有什么比女儿的安全更重要 何况是一棵树 为了一棵树去对抗成年人的事迹 男孩觉得太傻了 也还不懂什么环保的大道理 他要保卫着梧桐 曾带给他别处梧桐领略的瑰丽风光 他要捍卫的首先 使人与自然的那分有一盒默契 布莱斯的外公是第一个发现 朱莉彩虹般光彩之人 他引导着布莱斯去思考 去了解朱莉 布莱斯从以前的懦弱 宁可扔掉鸡蛋 也不肯与朱莉主动说话 到最后他怒吼朋友 勇敢地去问朱莉 他成长了 他变得勇敢 结尾之处 他开始明白爱情 他开始想要了解朱莉 也终于明白那棵梧桐树 对朱莉的意义 是以他才会为朱莉种下那棵梧桐树 当他们的手再次触碰之时 阳光都更加灿烂 整个世界都明朗了 初恋爱情故事 家有残疾人 亲情温情 人格成长 自尊自爱等等 但是导演把这一切 安排和演绎的如此动人